为了给学生灌输绿化的意识 以及鼓励打造可持续生活 新加坡管理大学播出了校园内的两块土地 供学生种植自己的粮食 提倡都市农业 在这片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 收成后将分发到社区去 新加坡管理大学也计划使用部分食材 烹煮较健康的餐食 供校内的职员享用 中区市长潘丽萍星期二也到场 率先种下了两颗肉豆蔻的树苗 象征种植计划正式开展 肉豆蔻曾是乌拉市巴沙路和乌解路 重要的经济作物 可当成食材也能用来制药 新大希望计划能吸引各界人士 前来种植自己的农作物 有兴趣的公众 可电邮给新大查询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